上次講到,金媽媽和南俠展昭,北俠歐陽春,雙俠丁紹衛,克爾湖智化,過雲雕憑玉,這班英雄見了面。 金媽媽講起,郭家瑩這個惡霸,雙槍賬國中德,開始很窮,後來很有錢,這個都是崔德成給錢做生意的。 後來,他總是丟下花紅彩賴,要搶溫玉的女兒,送給他做老婆。 這裡的知民朱德兩兄弟,一個就被他整進監倉,一個就被他探進郭家營,綁在一間空房裏頭,囚禁起來。 是,大家一聽是這樣都可以的,那不就是造反? 丁二爺就說了,他現在在哪裏,你告訴我,讓我去找他。 金媽媽說這樣不是,所以我就說,你們各位來得真是對的了,現在就有幫手了。 溫玉外就立刻跪下,各位老爺,你們大家光臨,真是我的萬幸了。 智花就說了,老人家,你先起來,不用這樣的。有什麼說話,大家商量吧。 於是溫玉外就想說,突然間,外面有幾個人撞進來,嚇到溫玉外,當堂一陣。 智花一看,拍手出去,好惹了,好惹了,我的幫手來了。 原來進來的是雲中學魏珍,小諸葛沈宗元,白面判官柳青。 這三個人都能打,三個人過來,首先向金媽媽叩頭。 他說,師母,你老人家多好,金媽媽見到三個人當中, 歌歌和她叩頭,而魏珍、柳青兩個還向她問好。 金媽媽就說,你們起來吧。 但是她呢,只是這樣說而已,都覺得心中好淒慘,眼濕濕的。 為什麼呢?她想起自己沒有兒子。 雖然是有魏珍和柳青這兩個徒弟,還有一個內疾的沈宗元。 唉,只不過,現在自己沒有兒子在身前,不斷就有點心傷了。 她又想起自己的丈夫,狗頭、獅子、金茂。 金茂身體很健壯的。唉,只不過死得了。 所以,她現在就這麼傷心。 那麼魏珍、柳青,看見自己的師母,都成二十年沒見過臉了。 現在,我相貌都老了。 這麼久不見,按道理來說,應該是歡喜的。 唉,只不過這個時候,悲喜交集。 金茂媽媽就問了,你們兩個這幾年在外面幾好啊。 她倆我異口同聲說,托師母你的貨屋都幾好的。 蔣四爺呢,大概,她想調整一下場面。 她開玩笑,陳家,你幾好啊。 原來蔣平都來到。金茂媽媽就說,哎呀,你這個病鬼, 別在這等癌鬧啦。 雲中學看她這樣,挖她一眼。 金茂媽媽就說,今天你們都來到這裏了。 現在我們三口六面講清楚啊。 啊,你的病鬼,蔣平害得很慘啊。 你說和我女兒做媒人? 你這樣怎麼搞啊? 哪個女婿是真的,哪個是假的才行啊。 蔣平說,這樣,當著你們兩位徒弟在這裏。 我講清楚了,如果我是害你的,都對不起你們兩位徒弟啊。 啊,金茂媽媽說,你還說不是害我? 哎呀,找個大姑娘來開玩笑,大姑娘要嫁人的啊。 不然你這樣搞法啊。 蔣平說,啊,這樣就不怪得我的啊。 哎呀,你們自己看得對的啊。 不是說我一定要你們這樣做的啊。 你叫我做媒人,做寶人。 當時呢,我都講過啊。 我說做媒就不做寶。 那當然有一個艾虎的啊。 這樣都不算害你啊。 喏,頭一件事,我就對得住柳賢帝。 啊,對不起人家的事,我不做啊。 這樣,也對得起你們兩母女啊。 為什麼呢?哎呀,你現在就和我秋後算帳那樣呢。 白鴨就說,哎呀,算了算了,大家不用爭了。 大概呢,這些都是前世恩怨。 月下老人是配對的啊。 非人力之所能為啊。 今晚就說,算了算了,你不用說了。 不如我們去談談。 朱家,受了這樣的委屈,看他怎麼辦啊。 蔣平說,這樣當然可以啦。 喂,這樣啦。 喏,自然底,你就最多機器了。 你看,怎麼做好啊。 金媽媽說,哎呀,還有啊。 我的女兒啊,她都要去啊。 於是,就將她的女兒蘭良,曾經表示, 說要去,代她坐轎,去殺那些仇家。 說了一次,她就說了,不瞞各位說啊。 我女兒呢,朝生慣養。 她說了就是這樣的啦。 不照她說話做不行啊。 大家聽了之後,沒有說話說啊。 蔣平就說了, 喏,不是說我多事啊。 照程你來說呢, 就沒有說大姑娘和人家做新娘的。 現在,我們為了行客仗義,光明正大。 而且,這位姑娘是有本領的。 只要沒什麼差遲,我看都可以的。 志花說是,那就去就去啦。 於是,大家就點頭同意。 金媽媽呢,見到大家同意,她就高興啊。 蔣平說,這樣啦。 我們就將這個主意商量妥當。 那溫元外呢,就首先將她的女兒藏起來。 那,我們各個人呢,個個都有專責啊。 歐陽哥哥,你呢,就去國家營救諸德。 展昭、展大底和丁二底。 你們,等救到人了,就去丸牙裏面。 亦都要去救諸文啊。 那,魏道爺柳青,兩位營底。 你們呀,前前後後,巡風看水。 枕營底呢,你的表妹和你的姑母, 責任很重啊。 啊,他們就坐花繳,代人做新娘。 來了,這個責任呢,就交給你一個人了。 到時候,如果看見不對勁的話, 你就問刀出來,照殺人可也就行了。 那,我們呢,有個暗號,就激掌為號。 這樣啦,趁家,這個還笑,算了。 那,剛好呀,你呀,看實你那位姑娘。 千萬不要讓她拜天地。 啊,姑娘來的嘛。 是吧? 跟別人拜了天地就不行的。 不斷以,啊,就可以。 你呢,就做姑娘的奶媽。 那,一於跟到她實, 你千萬一步都不要離開你的女兒呀。 那,其餘的人呢, 大家就做送親人跟著去就可以了。 嘿,掌四爺確是有些帳才的嘛。 這樣一分配人力, 嘿,將這件大事發得妥妥當當。 那,掌四爺呢, 就先叫溫怡回家, 叫自己的女兒, 放心,不用怕, 這裏有辦法的啦。 讓她收拾一下, 明天呢, 就去親戚家躲避一下。 好了, 到了第二天, 北客郊陽春, 南俠展昭就一路, 魏珍和柳青又是一路。 那,問明白郭家莊的路, 去郭忠德門口那裏, 打探清楚了, 看下哪裏出哪裏入, 地盤是怎樣的。 那, 金媽媽和蘭娘呢, 蔣四爺就這樣分派, 叫諸家的人, 去請兩頂橋來, 送金媽媽和她的女兒去溫家莊。 好了, 來到溫家莊落了橋, 溫怡和女兒暖玉, 出來迎接, 一出來迎接, 就要行大禮了, 因為他們對她真是救命因人一樣, 金媽媽就說, 唉, 洗啦, 我的溫女, 就是這樣一句說話, 唉, 他們認了金媽媽做溫娘, 又和蘭娘結為乾姊妹, 即是溫姊妹, 君小姐帶她入自己的鄉龜, 重新和金媽媽和蘭娘走來, 一陣間, 溫原海就進來了, 說, 喂, 外面的橋呢, 來到了嘛。 那, 溫小姐, 就和金媽媽和蘭娘, 灑淚而別, 去鄉下, 暫時避開了。 好了, 溫小姐走了之後, 外面有人進來報了, 沈爺她們大家凍了啦, 那, 金媽媽就刻吹迎接, 到前廳去下座喝茶, 然後擺酒, 一陣間, 溫原海就進來了, 蔣四爺就問她了, 你將你的姑娘送走了沒有呀? 溫原海說已經送走了啦, 蔣四爺就叫她和她找些衣服, 找什麼衣服呢? 找做生意的人的衣服又可以, 找和人們做工的衣服又可以, 準備好了啦, 待日晚上來行事啦, 暫時就不說她了, 再說, 朱家莊那邊呢, 北俠他們兩個, 分頭在那裡打探道路, 一來, 來到雙徐將國中德門口一看, 齁齁, 這個惡霸還在門口張燈結彩, 他真是想撐一下門面, 他們兩個看清楚哪裏出哪裏入, 然後回到朱家莊, 來到朱家門口, 進了朱文的廳那裏, 重新落座, 大家就議論一下怎樣做啦, 當時雲中學就說, 郭家瑩來這裏就沒有多遠, 我們叫人去暗中探查一下, 看看花繳幾時出發, 花繳出發啦, 大家再去都不遲啦, 於是就派了些松仁去打聽, 好了, 到了樂更天, 松仁就打聽回來啦, 於是大家就起身, 一路向國家迎而去, 來到郭忠德的門口, 北面門, 在東牆那裏跳進去, 北俠歐陽春南俠展昭, 雙俠丁紹衛也一提, 抬向靜西面, 雲中學魏真, 白面判官柳青, 向北面西北面, 北俠歐陽春呢, 就去郭家瑩的郭忠德家裡救人的嘛, 只不過, 又不知道朱德被囚禁在什麼地方, 不過他這樣, 他自己呢, 是兩隻夜眼的, 所以, 他就周圍探查先, 一下, 走到太湖山石旁邊, 四周圍看看, 那邊有一間爛屋, 有兩個好像家人一樣的模樣, 打著燈籠去那邊, 一路走, 一路暗暗沉沉, 哎呀, 捉到他, 殺了他, 就算了, 現在又要給他飯吃, 再說, 明天你說認了親, 又放他出去, 這樣, 實聽了都可以, 兩個人, 一路走, 一路暗暗沉沉, 在講這件事, 向南而去, 北塔便為, 嘿嘿, 肯定在這間屋裏面了, 所以, 一拍手掌, 南俠展昭, 商俠, 丁紹衛, 亦都來到了, 極掌為號, 他們一集中, 北塔便, 撒, 蒙了七寶刀出來, 將鎖頭, 一點, 嘿嘿, 那張七寶刀真的厲害, 輕輕一點的鎖頭, 撒, 鎖頭跌了落地, 打開門, 哦, 裏面, 果然, 有一個人在那裏, 那個人, 連手連腳都綁住, 北峽一體, 就知道這個實是諸德, 於是, 就過去和他解了條繩, 將嘴裏面塞住的東西, 和他摸出來, 丁二爺就說, 讓我扶他起來, 讓他走兩步先, 因為綁得他內, 北峽啊, 不用了, 不用了, 現在沒有時間了, 那你背著他走, 展南峽聽了之後, 一伸手, 將諸德背起來, 拿著背帶, 兜著他, 諸德雙手, 抱著展昭的肩膀, 各位恩公, 我都不知道你們是誰, 轉過,展昭說, 你不用問了, 你跟著我們, 回到你家, 再講都不像, 於是, 出了東牆而去, 一路回到朱家莊, 再講, 雲中學和柳青在後面, 他們兩個看見, 嗯, 有一座高樓, 裡面燈光閃閃, 於是, 就用百年飛渣索, 一搭, 搭在上面, 兩個人, 跟著繩子倒下來, 到了下面, 蒙氣的飛渣鐵索, 一路向西邊房屋而去, 來到窗前, 一搭, 搭開紙槍, 看進去, 嗯, 一男一女在那裡, 這兩個是什麼人呢? 原來, 男的就是崔德成, 那女的, 就是郭忠德的老婆, 這個所謂花屎, 水姓楊花的花屎, 面前, 擺了為酒, 兩個人, 面對面在那裡喝酒, 那個男的呢, 是民生公子打扮的, 那女的就不用說了, 打扮得要你要氣, 郭忠德的老婆呢, 就說, 唉, 你就好了, 你今晚洞房花燭便宴已新婚了, 唉, 這樣就行了, 今晚, 我和你喝酒, 是離別酒來的, 從此之後, 一年半載, 你都不知道能不能夠來我這裏一次, 吹德成, 唉, 嫂子, 你儘管放心啦, 如果我忘記了你, 我肯定很恐怖的, 天打雷劈, 那, 我花屎說, 唉, 我呢, 你一心, 想和你做長狗夫妻的, 我呀, 將他性命交關的東西, 我都拿在手上的, 我不怕他理我的, 唉, 誰不知, 現在你又拋棄了我, 崔德成聽了他就說, 唉, 我都是被他弄假食真的, 我本來呢, 一心想和你做夫妻的, 那, 你儘管告訴我, 是什麽來, 那, 如果你不放心, 我對天發誓, 那, 那花屎說, 唉, 算了, 我講出這件事來, 他那條命, 是什麽呀, 實是拿在我手上的, 崔德成說, 噢, 那, 你講下, 是什麽來的, 那個女人就說, 你真是想看呀, 好, 你真是想看, 我就讓你看一下, 於是, 就打開木箱, 那件東西出來, 交給崔德成, 那個崔德成接過來一看, 哎呀, 可惜, 可惜呀, 如果我早知道, 有一件這樣的事, 我們兩個, 就可以做長久夫妻了, 怎麽不知道正在這個時候, 外面大吹大淚, 鼓樂圈天, 人聲吵雜, 唉, 柳青和魏珍, 就在外面聽, 吉村的槍子來聽, 知道外面金媽媽, 兩母女花繳已經到了, 動手就適合了, 於是, 柳青, 就把門香盒拿出來, 將塞鼻歌的布卷, 遞給雲中學一副, 自己塞一副, 然後, 打出千里火, 點進門香, 將鮮學嘴, 對著槍洞, 嘿, 將他們鮮學來回一拉, 上文已經講過了, 這個門香盒一拉, 那些門香, 就一條線這樣飄進去了, 當時, 那個花屎呢, 忽然間問見, 有股香味, 你問一下, 是什麼味道來的, 崔德成爺說, 哎呀, 很香的, 怎不知說話還沒完, 兩人一起乒乓, 到一樓上, 好了, 將他們悶倒了, 於是, 劉青就收起門香盒, 進去, 推開門香盒進去, 一進來之後, 他就首先, 在崔德成手上, 拿那件東西過來看看, 一看, 嘿, 偽道爺又無量修佛, 這樣, 念到佛仙, 劉青, 喂, 師兄呀, 那件是什麼來的, 偽真嗎, 嘿嘿, 真是抵他死的了, 照我的看法呢, 今日我們在這裏, 無論殺多少人, 都不會有問題, 都不會有人施疑, 那就是了, 各位, 這件是什麼東西呢, 為什麼這麼大作用, 這麼厲害呢, 要解開這個謎, 明天再聽啦,